大家好,我是Carrie 今天不是分享做菜 今天是分享一些比較嚴肅的問題 很多網友跟我說 可以製作影片 教大家如何正確解凍凍肉 就做出來了 首先我們有冷的豬肉 這是豬梅肉,急凍 冷的,冷的 很冷的 首先 放在冰箱的保溫格 解凍 全程 在解凍的過程中 我都放在冰箱的保溫格 約24小時後 我們就準備拿它出來 已經解凍了 它是軟的 流心 在解凍過程中 我都沒有拆這個包裝 或者 你們可以用 剪刀 剪刀 不要被暴露於空氣之中 看到它依然會有血水流出來 不要緊 那些血水我們不要 拆了它出來之後 我們去洗一下 解凍基本上我們有個原則很重要 就是 全程 我們在 在冰箱裡解凍 在4度或以下 0至4度的環境下解凍 是食物危險溫度 特別是生肉 在這個溫度 裡面的細菌 會繁殖得很快 那 螢光幕裡面 有食環處 有關食物危險溫度的海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著我們把肉 用紙巾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切割 例如你在家裡 你買了一條凍肉 回來解凍之後 我們把它切割到適合你每餐用的份量 就可以了 這條是一條梅肉 豬梅肉 所以說 我們解凍 就要在雪櫃解凍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解凍 就 不要去浸水 不要浸鹽水 因為 就算要浸 即是要去 很急地去解凍 你可以用這個 流動的水 和這個 微波爐解凍 就不要浸水去解凍 浸水去解凍 是很不衛生的 很危險的 我已經放了 食環署 有關解凍的指示 清楚說了 我們應該怎樣去解凍 急凍肉 很多時候 我看到 大家可能會用水去解凍 其實在我們的汗頭裡 你已經觸犯這個規例 如果是鹽水 或者普通的水牛水 你浸出來解凍 因為它不是流動的水 那 細菌不會離開的 因為在溫度裡面 細菌繁殖得很快 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大家解凍的時候 就不要再浸水了 是很不衛生的 如果說晚上買菜 買回來 趕著解凍 大家可以用流動的水 或者微波爐去解凍 而如果有時間 你早一天放在雪櫃裡面 這個方法是最安全的 現在我們用這種解凍方法 其實豬肉味是不會流失的 那些方法就是 教你切開了一片片 然後再用水去浸 那真的什麼味都沒有 而且很多細菌 很危險的 那場前大家可以上一陣 政府食環廚的網 也會說得很清楚 那回到豬肉了 我們把它切了去你需要的大小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膠袋 食物膠袋 蓋住去 封好去 放回去 零下18度的冷 冷冬櫃裡面 需要用的時候 再拿出來解凍 用回剛剛的方法 即是說放在冰箱裡面 經常說有雪味的肉 為什麼會有雪味呢 因為你解凍得不完全 因為以前的人不懂得解凍 那麼解凍得不完全的話 就拿去煮 這樣就會有雪味 現在可以試試我的方法 試一次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 肉很漂亮的 解凍得不完全 沒有問題的 除了大家的家人的安全 大家都看一下這段視頻 OK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